亲女儿拉克斯 亲儿子伊泽瑞尔已被踢下榜首 悬头又一位新女儿诞生 随着这两年 一些英雄皮肤不断推出 当前联盟中 已经有84位英雄的皮肤数量超过10款 其中 有26位英雄的皮肤数量 还在总榜单的前5名 本期来看当前联盟皮肤数量 逃捕排行榜 温馨提示 本期视频中的皮肤统计 并不计算2022年重制版制真皮肤 第五名 皮肤数量已有14款 该名次内共有14位英雄 分别是暴女 牛头 维恩 雷欧娜 疯女 机器人 芒僧 剑圣 索拉卡 小炮 贾克斯 提莫 狼人 戴伦 第四名 皮肤数量已有15款 该名次内共有7位英雄 分别是阿里 阿卡丽 安依 塔牌 艾希 女警 瑞文 第三名 皮肤数量已有16款 该名次内共有两位英雄 分别是西维尔 卡特琳娜 第二名 皮肤数量已有17款 该名次内共有两位英雄 分别是拉克斯 伊泽瑞尔 第一名 皮肤数量已有18款 目前 女枪以18款皮肤的数量 登顶联盟皮肤数量第一名 拳头新女儿 皮肤推出的速度 一点不比拉克斯差 并且同样有中级皮肤 有T2皮肤 有双制针等 只不过拉克斯的大元素使质量难以超越 在这些上榜的英雄中 有几位英雄 是从2020年之后强势入榜 在2020年到2022年的时间里 累计获得4款以上的皮肤 雷欧娜 日十月时 是在2018年推出的皮肤 2019年 雷欧娜没有新皮肤推出 然后从2020年到2022年的时间里 接连获得6款皮肤 疯女 2018年万圣节皮肤推出之后 2019年 疯女没有新皮肤推出 然后从2020年到2022年的时间里 接连获得5款皮肤 剑胜 在2018年 推出冰雪节皮肤之后 断更将近两年没有新皮肤 然后从2020年到2022年的时间里 接连获得5款皮肤 贾克斯 2018年武神皮肤之后 断更将近两年没有新皮肤 然后从2020年到2022年的时间里 接连获得4款皮肤 提莫 2018年 小蜜蜂皮肤之后 断更将近两年没有新皮肤 然后从2020年到2022年的时间里 接连获得4款皮肤 这些上榜的英雄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从2017年之后 基本上保持每年一款新皮肤的推出速度 即使中间有断更 也不会超过两年的时间 像阿力 阿卡利 女枪 拉克斯 伊泽瑞尔 卡特琳娜等 这些英雄 基本上每年都有新皮肤 我来说 我来说